第28回 段万皇后 51岁的石敬堂死了 把后晋这么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儿子 这个沙陀人这个信任哥们和崇拜强者呀 真是要命 从李存旭开始就没有一个傅传子的江山 能有好结果 石敬堂也不例外 这些接班的儿子啊 都有一道翻不过去的坎儿 这几个皇帝都不是大头人 而大头人早晚要篡位 你想想吧 李存旭的时候 这个大头人是李四元 李从科的时候 这个大头人是石敬堂 石敬堂的儿子现在面对的就是刘之源 有这么个传统 你说石敬堂的儿子当了皇帝以后 能信任刘之源吗 肯定不能啊 可皇帝靠谁去和刘之源都呢 按理说是要依靠契丹人 是吧 老爸石敬堂给契丹人当了一辈子儿子 按理说 契丹人怎么也得照顾照顾石敬堂的后人吧 但我跟你说 这个契丹人啊 也是崇拜英雄 石敬堂的为人让契丹人看不起 死了 死了就死了呗 石敬堂的儿子于是决定 还是要回到重用汉人这条路上来 契丹人现在不理你 沙陀人都在刘之源那边呢 那也就剩下汉人可以 这个老爸 石敬堂让儿子太难做了 那就只能从骂老爸开始 讨好汉人啊 汉人爱听什么就说什么呗 在这些汉臣的挑唆下 皇帝来了一个120度的转弯 还没做到180度 仍然向契丹称臣 但不当儿子了 也不进贡了 原来石敬堂时代 晋国有很多官员是辽国人 现在皇帝下旨啊 这些人 这些辽国人啊 限期离境 一句话 晋国要谋求独立 要脱离辽国 这是一个自不量力的行动 是吧 晋国很快就遭到契丹人的进攻 汉梁被攻破 晋国就这么灭亡 刘之源这个时候在太原 听说晋国灭亡以后 在太原称王 刘之源当的还是后晋的王爵 公元947年 辽国皇帝耶律德光死了 刘之源趁乱 收复了变梁 然后就迁都变梁 当了后汉皇帝 五代 这就是第四个朝代 朱温的梁 李存旭的唐 石敬唐的晋 刘之源的汉 除了唐 是定都在洛阳 其他几个朝代 都是定都在开封 变梁 刘之源赶上一个好时候 契丹人这个时候又乱了 耶律德光就死得不明不白 抱病而亡 以至于耶律德光的母亲 不信儿子是死于疾病 这个母亲就是 耶律阿宝基的大老婆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个段万皇后 这个女人和耶律阿宝基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耶律阿宝基是一个强横的人 耶律阿宝基的这个老婆 也是一个泼辣的狠角色 耶律德光 耶律阿宝基外出打仗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段万皇后之家 管理契丹部落 朱棣之乱那会儿 是吧 就是耶律阿宝基 不是把着这个可汗的位子不放手吗 结果几个弟弟 趁着耶律阿宝基外出就造反了 就是这个段万皇后带着剩下的族人 把来犯的三个耶律阿宝基的弟弟全杀了 到后来这些弟弟啊 造反的时候都挑哥哥在家的时候 跟哥哥打 打输了也不会死 最多就是输了你的族人 跟嫂子打 没活路啊 为什么叫段万皇后呢 这个耶律阿宝基死的时候啊 契丹人中就有人要推翻这个世袭制 就不同意让耶律阿宝基的儿子 耶律德光继位 于是就买通了 这个契丹人的大祭祀 就在这个葬礼上装神弄滚 有不吉利的现象 大祭祀就说了 这是耶律阿宝基 想念妻子 这可要命了 按照契丹人的习俗 那个时候头人死了 老婆还是要陪葬的 这个段万皇后 听大祭祀这么一说 你说这个老婆多狂 多强横吧 抓过一把刀 一刀就把自己的一只手切下来了 然后丢给大祭祀 你去拿着我这只手 和大头人说 我这边还有事没做完 等我做完了我去找他 说罢就命令手下 连这只手再加上大祭祀 都丢进了火里 这些要造反的人 全给吓呆了 段万太后就这么叫起 现在儿子报王 是吧 段万皇后下了一个命令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契丹人死后是焚化的 火葬的 是吧 他们埋的是骨灰 谁也不许烧耶律德光 得给我送回来 我要咽尸 契丹人也没有别的办法保存尸体 就只能按照做腊肉的工序 把这位大辽国的开国皇帝制成了腊肉 给太后送回去了 真的吗 我跟你说多半是瞎编的 史书上是这么写的 这就是汉人的史官啊 太恨气单人了 痛快痛快嘴 这就和把那个石敬堂的爸爸叫做 铁列基是一样的 你看那个史书 铁列基的铁列基的这个鸡是哪个鸡啊 是公鸡的鸡 石敬堂因为遭人恨 史官们就把它写成是一种非秦的后代 痛快痛快嘴 然后呢 然后就算了 中国史官就这么有骨气 但最终呢 耶律阿宝基这一帧呢 还是没能保住皇位 在这个随后呢 几年的战斗中呢 这个段万皇后的小儿子战死了 段万太后呢 最后也下课了 后来被软禁在内蒙 一直活到好像七十几岁 七十八岁好像是 辽国呢 以后实际上掌权的是另外一族人 耶律阿宝基的后人再次掌权 是吧 是耶律阿宝基小老婆 萧氏的孙女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那个萧太后 萧太后的狠辣 可是遗传的耶律阿宝基的骨血 到儿子这里是吧 耶律阿宝基也彻底失败 但契丹人终于又获得了团结 逐渐走向墙上 沙陀人经过几代人的反复变故 现在已经没落了 汉人开始再次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导力量 一帮汉军将领开始崛起 其中最重要的这个人就是郭威 刘之远在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还算安宁 刘之远一死 郭威这帮人就以受到小皇帝迫害为借口 推翻了这个汉朝 建立了新的国家 汉人终于又回来了 从后梁灭亡 汉家失去了江山 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沙陀人的重权 如今到了郭威这儿 郭威建立了后州 汉人重新回到了政权的中江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讲讲这个后州的皇帝 郭威 这一回我们讲讲这个后